老爸老爸 KTM Duke 390是滑胎车啊 欢你妹 认为Duke系列是滑胎终于可以闭嘴了 因为KTM发表了他们390正滑胎系列 在米兰车展KTM展示了390 SMCR跟390 Enduro 目前还没有太多资料 不过我们可以来推测 那先要看一下他们690发动机的车 有大家都很熟的Duke 690 那同一颗引擎也有出滑胎的690 SMCR跟越野车690 Enduro 最后就是你们可能没听过的啄目鸟大灯的690 SM 那这个690引擎代号LC4的历史其实蛮久了 1994年KTM出了620 Duke跟Enduro两台车 那时候这颗只有609cc 那个年代的Duke还比较像滑胎车 有越野车的一店上烙排气管 不过悬吊还是只有接车的长度 1997这家族再加入了一台车 620 AdVenture 那隔年LC4升级到625cc的640 他们为什么引擎名字跟CC数都不同 就不要问我 这颗引擎从98到07年 服务了4台车 Duke Enduro SM跟AdVenture 都是同一颗车架上烙排气管 那2008年LC4升级了690cc 停厂了AdVenture版本 而且加上了SMCR滑胎车 但老八已经有SM 为什么还要SMCR 不都是滑胎车吗 SM卓木鸟这台车 跟Duke 690有同一颗车架 一样是下烙排气管 那SMCR跟Enduro 就是上烙排气管 总共有一颗引擎 两副车架 四台车 所以老LC4车系都是越野车架 但后来就有街车跟越野的两种车架 那这跟390有什么关系 390系列所有车架就是 街车车架 Duke RC Adventure 新发表的SMCR跟Enduro 都是下烙排气管 所以老八你说KTM新越野车 是越野妹吗 虽然是下烙排气管 可是可以看到KTM有装 保感加引擎护片 这样最少有一点诚意 不会直接撞排气管 下面的空间还剩260mm 比CIF300少25mm 嗯...还行 会不会跟CPI的那台差不多 清都越野完全没问题 但想参加像山鹰那种比赛就很困难吧 那其他呢 悬掉是WP 应该跟Adventure的差不多 一定是够用 反正这台不是给厉害的人骑紧的领导 引擎就不用说了 对清都越野非常够用 44P在沙滩应该也蛮爽吧 那当然所有的电控 还有跟CIF300差不多的 885mm移电高度 对新手很友善 不过问题是重量 虽然还不知道数据 但Adventure版本是177公斤 那Enduro版本你觉得会轻多少 能不能轻量化到DRZ的151公斤 啊...我觉得有一点难度 嗯... 那滑胎的SMCR呢 滑胎车下面的空间就不是多重要 所以下道排气管完全不影响车子的能力 然后如果看一电高度 很多人会超开心 比亚马赫的R15才高5mm 820mm 这样应该很多人可以放心的享受滑胎的乐趣 而且44匹马力在台湾的山路 乐趣很多吧 所以我觉得这台如果台湾有劲 以后街头上能看到很多台吧 如果跟上周介绍的新款DRZ来比较 越野版本的话 应该比较多人会选DRZ 考虑悬吊行程 下面空间 重量 越野性能 就是比较高 那滑胎的话 那些东西没那么重要 所以大部分的人应该会选比较矮的KTM 不过还不知道两台的价格 所以很难说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如果想支持老八 可以加入我的Patreon会员频道 那边会有一些翻译好的越野教学 也可以来我虾皮买帖子 连结都在留言区那边 再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给爱欧洲车的朋友看 下次见